要跟永平姐来讨论的是 现在你看民意的展现 嘉义市 这个蓝营在野党呢 这样子呢 整个来看到的是气势如虹啊 因为大家看起来 似乎对执政党非常的不满意 包含就算九合一的败选 他们的反省跟检讨 到底在哪里 现在苏奎苏贞昌 位置还是坐得好好的 稳稳的 看起来并没有想要挪动他的位置 现在有媒体报道 有声音传出来咯 什么样的风声 48号绿营内部 这民进党内部要求 苏贞昌苏奎下台 声浪越来越大了 好这股声浪会不会最后滚雪球一样 滚成一股海啸 来反噬民进党自己的内部高层呢 现在绿营高层更传出哦 立法院的会期要延会到 明年的1月13号之后 他们要立刻干嘛 要启动内阁的改组了 而且现在传出谁呢 顾立雄组阁的呼声相当的高 甚少尘上 甚至连日期都传出来了哦 这是前立委呢 郭正亮曾经说呢 内阁改组接班 只有顾立雄分量够重啊 好那也有媒体开始说 是不是有几号 让日期有可能接下来 就要来做个内阁的大改组 那另外还有两岸小三通 到底要不要重启啊 国安会秘书长 孤立雄15号才说过 绝对 他用绝对哦 绝对不会拖过春节 好对此呢 其实啊 林桌水认为 这个顾准院长 是不是放了一个起身炮呢 一个起手势呢 媒体传出 明年1月的13号 孤立雄马上要阻隔 好 对于现在这样的消息传出来 连日期都有了 永平姐 您怎么看 首先啊 顾立雄的阻隔说呢 在这一段时间 从某些 亲近绿营人士的口中说出来 那么在接下来呢 就有媒体进行报导 而这个媒体报导的背景呢 也是跟工商企业界的人士呢 这边呢 比较相熟 甚至也有工商企业界的人士呢 特别以顾立雄 在做金管会主委的时期 觉得他呢 跟工商界沟通不错 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 反应也蛮及时的等等呢 现在释放这些消息呢 看起来就是叫做 不是空穴来风 也就是说 现在确实有一波 想要为顾立雄造势 不管是试水温 也算是替他造势 也算是希望可能铺路 也有确实隐含呢 可能内阁改组呢 就是由顾立雄来领军的 这样的一个隐含的架势 那么首先呢 这个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我们要分两个方向来分析 第一个我们就要先分析说 苏贞昌是不是在立法院 这个会期结束后 他真的会走 因为苏贞昌呢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本来他是不想走的 一方面呢 在会期中呢 本来隔回是要进行内阁总词 特别这是一个预算的会期 你如果变成内阁总词 还在会期中的话 那可能会面临一个 在宪政上很尴尬的处境 因为通常内阁总词呢 你阁员也要一起辞 那这个时候已经送到 立法院的预算书呢 那立法委员他是继续审 还是不继续审查呢 所以一般来讲 即使苏贞昌在九合一大选 败选之后 他表达了辞意 而蔡英文也有意思 要让他辞的话 一般来讲呢 也会把他留任到 这个会期结束 而刚才讲的1月13号呢 就是因为立法院党团 已经商量好了 整个会期就是延长到1月13号 所以内阁要词 就是在1月13号总词 然后换新人再上场 这个是一个比较符合制度性的说法 所以这个日期本身呢 跟顾力雄这个人选呢 我们是可以脱钩来看的 这是第一点 那现在放出这个风声来 显然呢 是因为九合一选举完了之后 嘉义又输了 那么嘉义又输了 刚才我们也分析了 现在1月8号的立委补选呢 也相当的不妙 那在这个时候 认为一定要换苏贞昌呢 我相信民进党的高层内部 大概对于1月8号立委补选的 这个情况的不乐观呢 也是谈算在心的 所以民进党既然对于 1月8号的立委补选 也表示不乐观 那这样对民进党而言 就是连三输了哦 大家讲打棒球好了 你连续挥棒落空三次 就被三政出局了耶 所以你九合一大选失败 嘉义市长又狂败 那么如果这个1月8号的补选 现在看来如果维持着 嘉义市长的这个脉络 而且呢非常巧合的吧 这个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 又是一位非常亮眼的 表现出色的女性 而民进党的这个候选人呢 又是一个这个表现 声势气度内涵上都不及 这个女性候选人的一个男性 所以呢大家会觉得说 嘉义市的市长的选举呢 甚至这个得票比例啊 各方面的状况啊 对于1月8号的台北市的立委补选 或许有一种启发 或者是参考的效应 那这样子的说来呢 民进党他到底要怎么办呢 旺旺水神抗俊逸 他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 就持续的喷雾清销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呢 有蜡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气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咯 谢谢观看